下载iTalk BBTV App 观看更多精彩视频 苹果公司今日确认 它的笔记本及台式个人电脑将会全面改用苹果自家的ARM架构处理器 这一举动意味着Mac电脑将舍弃英特尔处理器 转而使用于iPhone及iPad等产品一样类别的芯片 英特尔此前出现过自家设计的芯片出现问题 导致它向电脑生产商公开道歉 苹果改用芯片的困难之处在于 如何在保证换芯以后维持销量 以及说服第三方开发商因这一变化而更新其应用程序 苹果首席执行官Dim.库克说 我们预计至年底将会发送出第一台带有苹果芯片的Mac电脑 整个生产线完成这一转移将可能需两年时间 苹果表示 这一举措将使它能够推出新的特色项目并改进原有的表现 还能更方便开发者为整个苹果生态系统编写及优化软体 苹果这样做的动机包括减小对英特尔的依赖 最大化其芯片投资 并在未来的产品当中给自己更多的可塑性及灵活性 全面投入ARM并令其硬件在iPhone iPad和Mac之间更具有统一性 有策略上的必须性 不过当下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震荡 目前MacBook系列使用的是英特尔酷睿芯片 但是新的电脑将会有苹果自己的处理器 苹果表示已经为自己公司的好几个应用程序 开发了自己的版本 包括Final Cut Pro和Logic Pro 苹果和iPad的应用程序也能够在电脑上使用 苹果公司表示 微软也在开发一个优化版本的Office软件 而Adobe则在开发新版本的Photoshop 苹果的软件总监克雷格说 其他开发者应该能够在短短几天内 就能对他们的应用程序重新编译出新的版本 他还表示旧的应用程序会在安装的时候进行自动再编译 从而仍然可以运行 只不过性能会打折扣 而与此同时 MacOS将会直接更新至版本11 自从2001年以来 MacOS只是从10.0一步步更新到最新的10.15 苹果电脑在2006年从IBM摩托罗拉的PowerPC处理器 改变为使用英特尔的X86系列处理器 微软已经准许Windows10在英特尔的ARM架构处理器上 均可以运行 而且似乎肯定会继续支持两种芯片 这个决定可能会同时影响 苹果的个人电脑和工作室产品的销量 一些正在考虑购买苹果电脑的人 或许会决定推迟购买 直到它的第一台ARM架构处理器电脑推出 ARM架构芯片是总部位于英国剑桥的ARM公司 所做的一个芯片框架 包括三星、高通和华为在内的多家公司 都在使用这一架构 目前苹果是世界上第四大个人电脑供应商 仅落后于联想、惠普和戴尔 目前苹果共有超过1亿Mac电脑的活跃用户 在2005年6月 苹果首次宣布改用英特尔芯片时 这个数字仅为1250万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 苹果约占笔记本电脑市场的4.5% 台式电脑市场的2.6% 所以这对英特尔的财政冲击不会太大 但对个人用户而言 使用英特尔芯片的一大好处 是可以直接装Windows系列操作系统 用Windows下的软件 玩Windows下的游戏 如果改成苹果自己的芯片 一切都将不一样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by bwd6 感谢观看